7日开幕的2013台中工具机展 堪称今年中部地区最大的机械业盛市 南北两管共设有11大专区 展出1680个摊位 共有572家厂商参展 较去年成长约1倍创下历年新高 展期5天渴望突破10万人次观展 每核商机上看15亿元 分头不停地往复移动 热塑性塑胶的线材穿过热绒喷水 按着设计完成的图档 一层一层地堆叠出3D实物模型 这项技术应用在各种模具的制作 可以缩短开发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它会在缩短制造的流程 提前让客户看他们产品说 是不是这个样品 如果确定长成这样子的时候 那他们就可以直接去做开模动作 缩短这个产品上次的时间 3D列印这种最新技术和设备都来亮相 2013台中工具机展 希望能吸引民众的目光 这次大展共规划工具机 自动车床 产业机械 精维加工等11大专区 共有572家厂商参展 工具机业者看好明年景气 近月进出 吸引满满人气与买气 连学校师生也来了解产业的动态 那学生在学校画的都是实体看到的东西 他不知道加工的过程 不知道用什么机器来加工 所以他们今天来参观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哪些的机器 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物体加工 成型到我要的东西 对于他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概念 会有很大的提升 这里的机器也都是在课本上看到 实际看到的话 实际看到其实还蛮震撼的 实际上我从1994年在台湾的工程中 我知道台湾的工程中的工程很高 所以我肯定在台湾的工程中的工程中 这就是完美的 这就是我一直在做工程中 中部地区是台湾工具机产业的生产重镇 业者希望藉由这次展出 来拓展国内外市场的销售业绩 新航亚载电视秋天喜赵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这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